已经三四十年的老屋经过了家族共同修缮 现在变身为让人可以享受美景和美食的咖啡店 位于巴黎山上这家以极简原木风格的咖啡店 店内所有摆饰和设计全都是由老板自家人打造而成 包括墙上大大的石桌桌上可爱的盆饰 再搭配上屋外的绝佳视野 老板不藏私最终决定开店和大家一起分享 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一个旧屋 然后已经快变成废墟了 然后兄长们他们舍不得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修缮它 然后本来是预计当工作室后来发现太美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分享给大家 小小的咖啡店相当温馨 目前主要都是由老板娘周丽娟打理 店内提供早午茶餐点 有各式意大利面和炸物小店 而饮品咖啡 荆棘茶 养生茶等等 也都是由周丽娟亲手组制 走早午茶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在饮品方面 我们以咖啡为种 然后 就养生茶 荆棘茶 水果茶 我们是尽量采取新鲜食材 然后 咖啡我们是现磨 现葱现煮 老板娘周丽娟强调 开设咖啡店就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太美 她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见 同时也期盼借由餐点的供应 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客人 都可以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双重满足 记者陈小淡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Jerry 感谢观看